李春波 国民谣教父 歌手 词曲作家 导演 在内地流行歌坛 李春波堪称独树一帜的全能型歌手 即词曲创作 演奏和演唱《与一身的汤》 不但为歌坛奉献了小芳 一封家书等传世经典 同时他还开风气之先的《以都市民谣曲风》 拓展了流行音乐的发展之路 而他在创作题材上对于知青 及对于乡土和社会平民的热诚关注 更让他的音乐具备了承载历史的文学价值 1993年由李春波自己做词作曲并演唱的小芳迅速红遍全国 同年由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出版发行的同名专辑 半年内销量就突破一百万大关 创中国唱片业的奇迹 并摘取全国各地排行榜冠军 获1993年度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1994年以歌曲《一封家书》 获94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奖 并荣获军唱片奖和中国流行音乐《九四风云人物奖》 1995年李春波未电视剧《涅寨》 创作并演唱主题曲《谁能告诉我》 哪里有我的家 1998年索尼唱片公司发行专辑《贫穷》 于富有 2014年7月2日 在北京举办新歌发布会 携手一曲《干人肺腑》 质朴真诚的民谣歌曲《姐姐》 回归中国原创歌坛 2015年1月22日 推出耗时三年打造的专辑《岁月》 11月24日推出原创歌曲家 在一次朋友聚会中 王虹认识了当时还没有名气的乐队吉他手李春波 而后在一次音乐大奖赛中 李春波登台表演打动了情窦初开的少女王虹 等到第三次见面 彼此情愫暗生 此后王虹和李春波相恋相惜20年之久 尽管李春波的心态很好 但仍是沉寂了将近20年 甚至一度崩溃 幸运的是已经成为他女友的王虹 对他却是一直不离不弃 顶着来自父母的逼婚压力 一等就是20年 直到2013年两人才领证 婚后不久 妻子王虹为他生下儿子 虽然李春波已渐渐被人遗忘 但是他一直在乐坛坚持 直到2015年8月受邀 参加《蒙面歌王》这个节目 才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 他在节目中演唱了一首《女人花》 随后向相恋20年的爱人小芳求婚 并再次演唱《小芳》 彻底引爆了现场的热情 本期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